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等人两年 AMD终于发表了Ryzen 7000和AX670主机板 也不知是不是大家都等太久了 我想借一组来拍片测试根本都没有机会 也就这样不知不觉的等到B650系列主机板上市了 也很幸运抢在第一波发表时 从微星科技借到了一张MH-B650MModal Wi-Fi破级炮主机板 我会借这一张主机板是我刚好看到微星超频大声林董 正在用Modal主机板操作说明示范 只要用内建的林董记忆体一键超频功能 就可以轻轻松松上到6400MHz 而且如果你不喜欢AMD的PBO 自动超频功能太过激进 也可以改用它们新功能PBO手动和温控二合一功能 把AMD CPU降到85度也能达到95度的功耗效能 这样表现对我这AMD的新手真的是太好用了 完全可以无痛接轨全力发挥 无需再花时间研究测试超频 那接下来我们把B650MModal Wi-Fi主机板 简单开箱介绍一下 在盒子正面有主机板名称 和右下角晶片名称B650标示 在背后则有主机板规格介绍 打开盒盖后 内部可以看到就是很简约没有过多设计装饰 而在主机板部分 当你拿在手上一定会觉得很沉重 也非常扎实 虽然说微信mode的迫及炮主机板是中阶主流主机板 但它的散热片也是直接帮你堆好堆满 该给的一点都没少 接着在盒子里面附了一张贴纸 让你做装饰标示识别用 再来是欧盟监管说明书 快速安装说明书各一张 两颗MD2 SSD固定螺丝 两条SATA6连接线 最后是WiFi天线两支 而在这次AM5主机板终于把原本PGA改成和Intel一样的LGA封装 现在你可以看到在主机板上的1718个针角 也终于不用再怕撞歪掉在CPU上的针角 或是大力出击机拆塔散连同CPU一起拉起来的尴尬问题 而这次AM5主机板也很佛心 是能与AM4CPU散热器共用 但要注意一点 这次AM5的扣具背板是直接和LGACPU固定槽锁在一起 已经没有办法向AM4可以拆除替换 所以你高阶CPU散热器是需要替换专用背板扣具才能安装 可就要问问你的CPU散热器客服人员 有没有在更新提供AM5的扣具给你选购替换 在升级前一定要再三确认一下 也千万不要土炮改装硬上 而这张B650MMW的供电设计有12加2加1项供电 散热片也是盖好盖满 要来带动R97950X 所需要求也没什么问题 在记忆体方面是可以插上4支 最大支援到128GB 但这次任势开始只能支援DDR5记忆体 并且导入AMD全新记忆体超频设定规范 在BIOS中只要用零桶EXPO 一键超频就能让频率上到6400 对初入门AMD使用者非常方便使用 在PCIe插槽方面 第一条是PCIe 4.0x16 第二条是PCIe 3.0x11 最后一条虽然是长插槽规格 可是它却只有支援PCIe 4.0x14 在使用上要注意一下 而在AMD2插槽部分 B650MM的Wi-Fi主机板 配了两个PCIe 4.0AMD2插槽 并且每个插槽都使用快速安装卡扣 两个AMD2插槽也都有附上散热片 但要注意 在盖上锁回去固定时 记得要把保护贴撕掉 别又坐在装塔站一样的傻事 让CPU温度飙高啊 前置USB支援部分 有一个USB3.2 Gen2 Type-C擴充座 一个USB3.2 Gen1插槽 和两个USB2.0的插槽 而这次插槽结果升级到6个 在硬体扩充上会更方便 在背后IO插槽部分 第一个是手动更新BIOS按钮 一个DP输出孔 一个HDMI输出孔 一个2.5G雨态网路孔 三个USB3.2 Gen2 10G Type-A 和一个USB3.2 Gen2 100G Type-C 四个USB3.2 Gen1 5G Type-A 两个WiFi6E天线插槽 最后是音源输入输出孔 那以上就是B650MM的WiFi整张主机板介绍 那废话不多说 快来上机测试吧 而这次我使用的CPU是Ryzen R7 7700X 有8核16执行序 因为这次R7效能大约是和我手上的 i7-12700K同等效能 所以选择它会比较方便我做比较 这次Ryzen 7000CPU采用了新包装设计 整体看起来就比较简约大方 处理器刚好固定在中间 方便在购买时比对CPU资讯 打开包装后 里面就没有再附任何散热器了 毕竟这次CPU温度被设定在95度 才能大展雄威 再给你先前简易式CPU散热器 也没什么鸟用 还不如不给你来得轻松又省钱一点 这是Ryzen 7000CPU外观 也打破以往的设计思维 从正面上方的金属外盖 改成八角内缩设计的八角怪 但这样修改跨距方式 当CPU扣具压下去时 不会有压力不平均板弯板撬的问题吗? 所以马上来安装CPU测试看看 就知道结果 嗯... 这是AM5CPU扣具压杆 压力是比LGA1700扣具小一点 感觉在最后末端 要再出一点力才能扣好 但你只要仔细看一下 其实它们两个都是一样结构扣具 也都是靠中间两点再加压固定好CPU 只差LGA1700的扣具长了一点 造成这次Intel 12代CPU有点被压弯问题 嗯...不妙哦 CPU放上固定好后 这压杆的阻力变得超大的 是要花更多力气才能压到底 感觉比装i7-12700K还要费力 还是这CPU固定槽又有空隙问题 我没有装好吗? 没有啊... 窑洞也是微微动一下 应该还好 那就先压扣上再说吧 哇...从侧面看 你就能知道这压力感有多刺力了 整只已经弯曲 一旦放松 可能会打到自己的手指头 希望这么大的压力 可别把CPU压弯变形了 好...快来测试一下CPU上盖平整度 我们先从内侧开始测试 OK...完美平整 一点落光空隙也没有 再来是中间部位 也OK...也没有问题 那最后是前面部位 Yes...太完美了 一点弯曲变形问题 也没有 我心中的疑问大石头 终于可以放下来了 而这DDR5记忆体 我实在借不到媒体用的那一组 芝奇记忆体 所以我是自己购买 金士顿DDR5 6000 CL36 16GB 单条来安装 等一下再来开启 零档ESPO 超到6444 一体式水冷散热器 还是使用微星C240 因为B650MMWiFi主机板 有零档特别调校BIOS设定 只要用85度也能达到AMD95度预设高温同样效能 而且我也不是游戏专业玩家 FAD一定要搞到顶天 这样240一体式水冷散热器对我应该是够用的 显示卡是微星GAMING X2有RX6900 XT16GB 因为目前RTX4090还在首发中暂时也借不到来测试 好 完成 快来开机测试吧 而目前测试室内温度为26度的台湾秋天 首先是测试主机板BIOS内记忆体ESPO和PBOCPU自动超频功能都打开 而在我自己购买的金石顿DDR56016GB CL36测到记忆体延迟率有73.2 然后在AIDA64单烧FPU测试 果真名不虚传 30秒后马上飙到AMD官方预设值95度 CPU功耗高达138W 全额可以到5.1G 测出来的成绩就是和其他媒体说的没有差很多 但也蛮意外的 想不到微星C240一体式水冷散热器还能压着R7 7700XCPU通过烧机测试 接下来是再到BIOS修改记忆体和CPU超频使用灵桶一键式超频 但我必须承认告诉大家 我之前购买的DDR516GB 记忆体只能超到6200 只要我设定在6400会变成完全无法开机卡死 而在PBO和手动温控功能 我是按照灵桶影片教学 也是使用Model 2和CPU温度设为85度 完全是求稳定安全使用为主 而在这样设定后 我的DDR56GB 记忆体延迟率马上改善到66.9 在IDA64单烧FPU测试结果 更是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 CPU的温度只有85度就能获得更高一点 5.2G全额频率 而且CPU功耗还可以再低一点 只用了118W 看到这惊人的结果 我还能说什么呢? 干得好啊 灵桶 赞! 而且在这一个小小的修改方式 在R23的表现也是能和i7-12700K有55波不分上下的结果 终于不用再为95度高温烦恼担心了 可以大胆用240一提式水冷散热器 也是能爽爽用 接下来是游戏测试这部分 但我必须再次老实说 我不是专业玩家 我是照我使用习惯设定来感觉不同硬体变化的落差 如有错误的地方 请多多见谅 所有游戏画面设定为1080P 画质开最高 首先是2077 Cyborg朋克游戏跑帧 R7-7700X 是可以比i7-12700K多出4-5帧 老实说在游戏下 我还真的是没有感觉有太大落差 两者都能在60帧范围内顺跑游戏 而在地平线5中 i7-12700K就会表现出优势 可以再多出20多帧来 接着是战神中 两者都可以在150帧以上顺跑没有太大落差 可能要说最大落差就是CS GO了 AMD R7-7700X就可以比Intel i7-12700K多出100帧的表现 这也难怪R9-7950X更可以高达1000多帧 再运行也是小事一件 好啦 那以上是我这几天测试 维星MH-B650M的WiFi和Ryzen R7-7700X的新的结果 如果你问我 该不该买Ryzen 7天电脑来用吗? 如果你的电脑也才买 三年内建议是不用替换 可能换一张好一点高阶显示卡RT-X4090会比较实际一点 毕竟AMD用了两年时间才追上Intel 12代CPU等级效能 可是在10月底Intel 13代CPU就要上市 到时候地表最强的游戏CPU又要再换人做了 而且今年的Ryzen期间购买电脑零组件费用真的太贵了 又不支援便宜一点的DDR4记忆体让负担更加重 在整体零件规划中 可能要看看你的口袋深度够不够深了 虽然你也可以采用我现在测试便宜一点 微星B650MMWiFi破级炮主机板来组电脑 可是你要注意一下 少了一代号的主机板就表示少了更多扩充资源性 你看看在B650MMWiFi主机板上 只要插上一张高阶显示卡 其他的PCIe插槽也全会被挡到等同于废了无法使用 所以再需要更多插卡扩充性 只能经历冷痛多花点钱买高阶AM5主机板来用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对今年AMD Ryzen 7000系列有不同看法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by bwd6